今冤枉和南映到底在图谋什么 你若想通了 现在还来得及 说不定宛传冤 也能给你减轻一些刑法 行 那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若真是他 又怎可能被李义府伤到 救游自取 你没事吧 没事啊 他刚才就在你身后 你当真一点也没察觉 没有啊 幸好你来得及时 刚刚真的吓死我了 你给我看看 怎么样了 严不严重 有没有勒痕 你别胡闹了 施姑娘 接下来是不是 按老规矩 一起去本地衙门 清点赃物 走 走吧 也该上路了 去找黄泉府主吧 驾 这为何要避开百川院啊 那是你在武林中 做了不少的恶 要是被人发现了 可就是个大麻烦了 难道我真是猜错了 李莲花怎么可能是李相依 可是 这杨周曼怎么解释的 狄飞生 李相依 不行 我必须要跟他庆祝 驾 驾 你干什么呢 来 请你喝酒 庆祝一下咱们破了女宅 这么大的案子 这我的酒你拿来请我 你可真会是完 那我就想找你喝喝酒 聊聊天不行啊 聊什么呢 聊你为什么会杨周曼 什么杨周曼 整天神神道道 你别装糊涂了 就是你教我那套内功心法 我告诉你 我方多病既往不救的机会可不多 你想好了再回答 若是真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最好今天都说出来 你说的是那个心法 那我想起来的 上次在那个山洞怎么说来的 你别再胡扯了行不行 哪来这么多巧合啊 你当变化本哪 我问你 你会杨周曼 又和白衣大侠 同时出现在了元宝山庄 你 该不会是 李相依吧 李相依 李相依 什么李相依呀 方小宝 我要是李相依的话 那佛比白石 怎么会不认识我呢 不是 再说了啊 这天天让你好好练功 你就想这些有的没的呀 怎么 不相信我啊 那你可知 我爹有一件刀箱不入的宝甲 是用一块天外云田所致 云田 二位壮士 何不请求二位 替我将小孩送去洛阳 他买足父家 你放心 我们一定是弟 我听说贺家有意 至柔至刚的天外云田 二位英雄 只要我儿平安到达后 他自会将云田的下落 告知 不必如此 趁人之危 并非英雄所为 我只是担心此物落入歹人之手 才出此疑问 贺家主请放心 我们一定将令郎安全地送至洛阳外族家里 师兄 当日你让我在城外接应 你独自送贺家孩子进了洛阳城 可有亲手把他送到外族家 那他为何还是死在了洛阳城外 鉴有此事 师兄竟然还是得门门云田 不会 师兄端不是这样的人 不过是无端的猜测 怎能因此坏了师兄 在风的微信里的模样 你发什么呆呢 你还没回答我呢 这天下哪有什么刀枪不入的东西 定又是谁胡编乱造 假的 好 你说没有 那就是没有 来 这